難得你很久沒有出遊了 我們現在出去玩呢 走啊 你敢嗎 可以啊 走喔 我們帶他出去玩 要怎麼樣說完就玩 你只要按一個按鈕 按下預約 就可以立刻租車 要不然我們現在就立刻衝 走啊 衝一波啊 來來來 走走走 不好意思小姐 我們在錄影小姐 欸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 郝平哥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呢 是要給你最尊榮的享受 你知道你是屬於哪一種類型的旅行玩家嗎 我這個人沒有給自己設什麼設限的 我是沒有框架的 Out of box 但是我可以讓你知道呢 你是屬於哪一類型的旅行玩家 你知道為什麼我要分享給你這個嗎 為什麼 因為我會得到好看 所以我要讓你呢 來做一個心理測驗 開始測驗 立即開始 結果出來了 我的是風類型 而且我稀有程度是10% 那我的適合旅行是自由 自由 對 我就是像風一樣的男子 我是水性洋花的男子 蛤 真的喔 不是水類型喔 他說 呃 代表著情感直覺跟感性 特點是敏感 喔呦 對 我是敏感的人 然後你只要再按下這個找好友一起玩 你就可以抽獎了 抽這個旅行分享禮 那這個活動呢 其實是到8月20號喔 所以在這之前大家要把握機會 趕快來做心理測驗 然後來租iRent 還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大家很關心的是 如果呢 我們開車嘛 當然是安全為上 直接可以申請這個汽車安心服務 你車輛有一些損傷的賠償金啊 然後還有這個營業損失的金額呢 他們都會幫你負擔 那如果你是那種長期要租車的啊 他也可以拿來當作通勤啦 或是公屋車 通勤還是偷勤 通勤 那我們 對 沒有阻止你要做任何事情 對 不設限 iRent 就是這樣子 那比方說你要跟女朋友去哪裡約會 如果是包月的話呢 價格還會更便宜 各就各位 Let's go 這個山水綠生態公園呢 其實它原本是個垃圾場 但是呢 後來它把它改建了 所以總共佔地有21公頃 這地方叫做南港進新院 有沒有看到那個門口有個匾額 就直接寫出來 松山遼陽所所長宿舍 它有百年的歷史 這一關呢 遊戲是 好 來 集中生智 房間會出現的東西 老婆 睡前會做的是 呃 啪 老婆的頭 你怎麼會出現喝什麼 胡瓜 胡瓜 五對 三二一 泡菜 我贏 耶 謝謝黃老闆 我屬於我這個 I rent I rent 啊 哎呀 哎呀